103 特殊造型博板 那这一题呢 我们先画出这一条水平的参考线 所以点选炒绘 from 面 炒绘 好 用中心线 这边画一条水平线 那这里呢 我们先参照这个水平跟垂直 来 然后把平面显示拿掉 好 那这里呢 是10 好 完了之后呢 拿直线 好 开始绘制 好 拿圆 圆弧 然后弧心要在这一条线上 好 拿直线 好 回来 好 然后呢 圆弧跟直线要相切 然后再拿中心线 从这里画一条线 好 然后呢 中心线 这边要一个水平线 好 这时候我们开始用法项来标注 好 好 这边的角度 还有 这里到这边的角度 好 好 好 这边 不能平行 好 不能跟这个平行 好 所以这边要删除 好 然后这里跟这边的角度 好 这一条跟这一条的角度 好 好 然后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标注的是 是 呃 这边啊 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还有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嗯 好 那 这边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起来 右键 修改 哈 来 第一个尺寸 10 没有错 哈 来 第二个尺寸 这边的角度是 80 这边的角度是 15 好 我们把再生拿掉 哈 好 来 然后呢 这边的 角度是 40 这边的长度是 25 这边是 55 半径是 12 好 确定 好 然后呢 这边完了之后呢 这边 我们要画一个 啊 这边 画一个 圆弧啊 OK 那圆弧的半径是 18 好 完毕之后呢 用分割 将 这些 切掉哈 然后点它之后 右键 建构线 好 按确定 Ctrl D 做 隐身 隐身的厚度 啊 隐身的厚度 板后呢 啊 也是 10 厚度为 10 所以这边 是10 好 打勾 然后这里呢 啊 圆弧 导圆角 是4 啊 来 所以这边 导圆角 是 然后呢 这边是5跟16 好 5跟16 所以 这边为5 啊 这边为16 好 然后呢 另外这里呢 是10 10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他 这边啊 Y轴是朝下啊 Y轴 好 所以给 坐标系 选这一个 好 Y轴要朝下 所以定向这边的S轴要转180 确定啊 好 题目问我们 Y轴近视子为何啊 好 所以答案是 这一个 好 然后呢 第二个 好 这边要选对啊 CSO CSO 来 所以刚才是点错了 啊 Y轴是这一个啊 刚才多一个负号啊 好 A区域面积 A区域面积是这一个啊 所以这里呢 好 面积啊 是这一个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他要改变尺寸啊 所以点选 草惠右键边际定义 好 A1 A1啊 A1是这一个 80改成75度 A2改成20度 A2 A2 A2这里 改成20 A3改45 A3这里 好 然后呢 确定之后 好 A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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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1是这一个 好 这边 呃 一样进来啊 A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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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1是这一个 A1是这一个啊 A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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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本4 A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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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3 A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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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4改成8 R4是这一个 那他问我们 Y轴近视值为何 来这边要注意选CSO这一个 Y轴是这一个 然后呢 剖面积去周长近视值 来周长是这一个 总表面积 总表面积是这一个 以上这边 就是103题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